第一张绿茶室友弄坏了我价值四十五万的爱马仕包包 竟然微信转账给我四十五万 不但没有一丝歉意 还声称我的包是假货 我好心提醒他 他不以为然地嘲讽我 就你 还买得起爱马仕 猪都能上述了 我一气之下将包拿去鉴定 并将他告上法庭 给你机会你不要 那只好去坐牢了 一今天没吃饭 看你柜子里有自热火锅 就拿了 我正在家悠然自在地刷视频 就看到室友孙慈给我发来的微信 我微微皱眉 大学四年 我很少在宿舍中 所以跟宿舍里的众人 并不是很熟络 哦对了 你那个黑色高仿的爱马仕包 挺好看的 我前些日子出门顺手背出去了 不小心把链条弄坏了 多少钱 我专给你 大姐 你没病吧 我四十五万买的包被你说成高仿 还顺手背了出去 那不是高仿 是真的 你少糊弄人了吧 还真的 你怎么不说 你住别墅呢 我抬头看了看客厅的大吊顶 他说对了 我还珍重地别说 幸好我这个人 有不扔发票的习惯 我把发票拍了一张照片 给他发了过去 请你如数偿还 不然我会走司法程序 那边两久没有说话 正当我以为他怕了的时候 微信收到了转账消息 微信已到账四百元 还四十五万 吓唬谁呢 我看你这包顶多值四百 你去告我啊 我看一个四百块的高仿 谁会给你立案 我快要被欺诈了 看来是时候回宿舍住段时间了 二我提着行李箱 出现在宿舍门口时 孙慈正在提着一只包 跟众人炫耀 见我出现在宿舍门口 他先是一愣 你怎么回来了 我看着自己桌面上堆积如山的衣服 强忍心中的怒火 麻烦把这些脏衣服 从我的桌子上拿走 这些衣服都是我的 现在我不想收拾 一会我会拿走的 孙慈坐在椅子上 兴致勃勃地拿着自己的包摆弄 我一眼就看出了那只包是A货 我也不惯着 直接把这些衣服扔在了地上 孙慈大叫一声 夏琳 你干什么 他心疼地从地上捡起那些衣服 这些可都是名牌衣服 夏琳 把你卖了 你都赔不起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刚刚我就说了 让你拿走 你自己不拿 怪我咯 我自顾自地收拾着自己的桌子 王然见孙慈生气了 开口道 夏琳 不管怎么说 你扔此次的衣服 总归是不对的 不就是在你的桌子上放一下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这个人小心眼 你可以让他放在你的桌子上 孙慈哼了一声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开口说道 夏琳 昨天我给你发的四百元 你怎么不收 什么四百元 张欣欣好奇地问 哦 就是我不小心弄坏了夏琳的包 他那个包是高仿货 居然要让我赔四十五万 你们说好笑不好笑 我直接给夏琳发了四百 我觉得四百都发多了呢 不过夏琳好像挺缺钱的 大家都是室友 没关系啦 张欣欣和王然大笑起来 夏琳 幸亏你碰上了 此次这样善良的人 不然换别人 只不定怎么骂你呢 就是就是 还四十五万 你吹牛 也不能不打草稿啊 哈哈哈哈 我微微一笑 发票我已经发给你了 信不信是你的事情 如果一个月内 我没有收到你的还款 我会让法院传票给你 三在宿舍的这段日子过得 还勉强算是书星 除了孙慈 时不时的言语内涵我一下 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 这天 我正在学校食堂吃饭 远远地就看到 孙慈挽着一个男的 在排队买饭 买完饭后 他看到了我便笑眯眯地 走到我这桌对面的位置坐下 夏琳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张之明 关我屁事 哦 张之明在看到我的那一刹 双眼放光 满脸猥琐地打量着我 你好啊 我是慈慈的男朋友 加个微信 孙慈不满地瞪了张之明一眼 张之明 你什么意思 哎呀 你别生气嘛 慈慈 我这不是想着 他是你室友吗 大家以后肯定会经常见面 那我理应认识一下 我谅你也不敢有别的心思 孙慈听他这么说 才放下心来 慈慈 你这个室友 长得这么丑 就算他倒追我 我也不会同意的 我张之明这辈子 只爱你一个 孙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 我丑 那我走 喂 加个微信 以后此次有什么事情 你也好及时告诉我 我有什么义务 替你看着你的女朋友 大哥 你女朋友是三岁小孩吗 她没手没脚吗 有什么事情 她不能自己跟你说 还要通过我转告你 我说完后 张之明的脸色 明显难看了起来 孙慈有些委屈地看着张之明 夏令 他在宿舍的时候 就经常这个样子 喂 你不要不知好歹 我女朋友 从小叫声惯养的 跟你能比吗 我也不需要跟一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巨婴比较 张之明气地拍桌子 孙慈在一旁安慰道 夏令一直找不到男朋友 我们要理解他这种单身狗的心情 毕竟不是谁都像我一样 善解人意的 我翻了个白眼 你们谈恋爱跟我没关系 但是恶心到我就是 你们的不对了 这个孙慈和张之明 果然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真是鱼找鱼虾 找虾乌龟 找王八 我看你是个女的 不跟你一般见识 呸 俩人又端着饭 去了别处继续恶心人了 我被他俩恶心得 实在没心情吃饭 于是就回了宿舍 谁知道更无语的事情 还在后面 四处来玩吗 微信弹出一条消息 是我的发小顾以撑发来的 去哪 我爹心给我买了一辆麦巴赫 带你出去兜风 狗头 我到校门口时 正巧碰到孙慈和张之明在等车 真是冤家路窄啊 夏琳 孙慈看到我也很意外 你这女的 怎么阴魂不散 校门口是你家开的 我反问 孙慈出来打圆吵 之明 虽然夏琳这个人 嘴巴很毒 很讨厌 但你不要一见到 他就对他吗 毕竟我们是一个宿舍的 我不想被夏琳针对 有我在 你怕什么 我真的不想 和弱智待在一起 其实我很好奇 为什么都大学了 还有孙慈和张之明这样的奇葩 远处开来一辆麦巴赫 孙慈看得眼睛发直 你快看 是麦巴赫 张之明顺着孙慈的视线看过去 不屑地说 你喜欢 麦巴赫 我家有五辆 你喜欢的话 下次我就开出来 真的吗 知明 虽然我家也很有钱 但我还没有做过麦巴赫呢 故意趁开车停在我面前 在孙慈和张之明 炙热目光的注视下 我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坐了上去 那两个人是谁啊 你的同学吗 我刚刚看到你们在聊天 你到底是哪只眼睛看到 我们是在聊天的 就是我前阵子跟你说的 弄坏我包的那个 哦 那事情现在怎么样了 我看他不像是有钱人 他真赔你四十多万 顾已趁好奇地问 没 他还是不信 顾已趁大笑起来 夏琳 你居然也有一天会 被人说背假包 哈哈哈哈 很好笑吗 我这几天在宿舍 我总觉得 王然和张欣欣看 我的眼神不太对 他们想要说些什么 几次想要开口 都憋了回去 最后还是王然忍不住问道 夏琳 听说 你被包养了 对呀 夏琳 最近大家都在说 你被豪门大叔包养了 到底是真的假的 谁说的 我有些疑惑 就是 总之大家都说 看到你有一次出校门 上了一辆麦巴赫 那个老男人 还跟你搂搂抱抱的 我知道了 肯定是孙慈说的 那日顾以琛来接我的时候 只有他和张志明在场 不过把顾以琛说成老男人 被他知道了 估计得气个半死吧 孙慈这时也回到了宿舍 正巧听到他俩人说的话 也附和道 夏琳 我知道你缺钱 但你也不能做这种 触碰道德底线的事情吧 我长呼一口气 孙慈 污蔑我 很有意思吗 啊 你在说些什么啊 夏琳 做事情 就要敢做敢当啊 怎么就是我们污蔑你了 我原本不太想与孙慈 在计较包的事情 但是如今看来 有些人好脸给多了 惯的都是臭毛病 孙慈 如果时间之内 我还没有收到你的赔偿的话 我们法院见 孙慈被我说得一愣 看样子 他早就把包的事情抛之脑后了 夏琳 你怎么还救着这件事情不放 我不都赔偿你四百块了吗 是你自己不收的呀 我那只包价值四十五万 你赔我四百连零头都不够 你好意思啊 孙慈走到自己的柜子前 把他那只A货爱马仕拿了出来 他还将那只包装在盒子里 打开袋子后 竟然是一个塑料袋 夏琳 你好好看看 这才是真的爱马仕 我笑了 谁家爱马仕用塑料袋装着 王然和张欣欣一听 纷纷朝孙慈的包看去 这个袋子是我自己装的 原包装被我弄丢了 毕竟我的包很贵 当然要做好保护了 我们四个人中 只有我和孙慈知道这只包到底 是不是真的 王然和张欣欣都是普通家庭 连爱马仕的专卖店都没有进去过 自然分辨不出真假 你这只包是真是假 我不关心 你男朋友家里不是有五辆麦巴赫吗 这么有钱 总不至于四十五万都不替你还吧 王然和张欣欣挖了一声 都在惊叹于张志明家有五辆麦巴赫这件事 当 当然不会 这样吧 把你的那只包拿去鉴定 如果鉴定结果是真的 那么四十五万 我肯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如果是假的 我要你当众给我跪下道歉 跪下道歉 这么小学生的伎俩 也就孙慈能想得出来了 我不用你 还我四十五万 我要你也同样跪下给我道歉 一言为定 六鉴定结果 很快就出来了 结果为我这只包 是真的爱马仕在卖款 价值人民币四十五万元 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孙慈经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他本来以为 今天肯定是 我要跪下跟他道歉的 所以 兴奋地把我 约到了操场上 谁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他怕是肠子都毁清了吧 夏琳 这不会是假的吧 鉴定中心是你选的 包也是你和我一起 送过去的 现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还想赖账啊 孙慈握紧了拳头 有些忧怨地看着我 夏琳 你别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的 是你才对吧 就因为我不在宿舍 就可以随便偷我的东西 来用吗 孙慈的眼眶挤出了泪水 我没有偷 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告诉我 你那是通知我吧 不问自取就是偷 你身为一个成年人 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我不想跟你废话 履行你自己的诺言吧 孙慈捂着脸哭了起来 夏琳你不能这样 毁我 我有些无语 这个孙慈之前那么嚣张 现在自己没理了 就开始哭哭啼啼 我见他哭得撕心裂肺 心中有些烦躁 45万和下跪道歉 你自己选 夏琳 对不起 我不该私自拿你的东西的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包那么贵 我只是觉得他挺好看的 就拿去背了 我不是有意的 你放过我吧 孙慈双眼通红望着我 如果单看他的表情 我会觉得他很可怜 可是跟这些事情串在一起后 分明就是他自己旧由自取 我不是圣母 我不会选择原谅 孙慈 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你耗下去 孙慈咬了咬嘴唇 泪水也随之不见 他一改委屈的表情 取而代之的是愤恨 好 不就是45万吗 我还你 我一条眉 还我45万 怎么这45万 从孙慈嘴巴里面 说出来 好像在说45块一样 凄净些日子 孙慈总是早出晚归 有一天 他正在跟自己的男朋友 张之鸣 包电话粥 有意无意地 和他提起了包的事情 不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 孙慈破口大骂起来 你这个穷屌丝 没钱装什么大款 孙慈挂断电话后 王然和张欣欣 都八卦地问他怎么回事 孙慈叹了口气 被这个穷屌丝骗了呗 我让他借给我40万 他说 我怎么不去抢银行 什么家里有五两卖八盒 我看都是说出来装X的 王然点点头 很是赞同孙慈的话 张欣欣说 反正40多万对此词 你来说也是亲而易举了 不用张志明那个渣男 也还得上下一个钱 孙慈一时有些心虚 有些吞吞吐吐的说 对 对啊 不就是45万吗 我只要跟我爸说一声就行了 只不过 我爸很忙呢 每天坐着飞机来回飞 很辛苦的 我就静静地听着 一个买包买A货的人 我看你要怎么样 拿出45万 孙慈这种人的心理 就是虚荣 给自己营造一个富家女的人设 让周围的人都高高地捧着她 只不过假的东西 总有一天会被人戳穿 到时候 她被捧得有多高 就会摔得有多惨 微信又弹出来一条消息 晚上带你去吃烧烤 快出来 故意称这货 每天不务正业 虽然继承了她爹的公司 但是实际上 对公司的业务并不熟悉 还是她老爹在幕后 维持着运营 不过这几天 我的确想吃烧烤了 我答应了故意称 便起身收拾东西 准备出门 孙慈见状 故意阴阳怪气地说 都这么晚了 夏琳 你还要出去啊 我点点头 没有看她 你爹找我 把我刚到校门口不到五分钟 就看到了 张志明 最近真是倒霉啊 哟 你是孙慈的那个室友 夏 林 张志明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没有理她 想让她知难而退 谁知道她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我跟孙慈分手了 我发现 这个女人就是图我的钱 根本不爱我 夏琳 我看你长得挺不错的 考虑考虑跟我在一起 我满脸吃了香的表情看着她 这个张志明 是怎么做到如此油腻 又充满自信的 邝姐大哥 你前几天不还说我丑吗 现在 又成了长得不错了 你 出门没带脸皮 张志明也不生气 他冲着我 露出一个自以为很帅气的微笑 他肯定以为自己迷死我了吧 我知道 以前碍于孙慈 你不好表露自己的意思 那天见到你你多看了我一眼 我就瞄懂啊 他抓起我的手 我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 喂 你小子在干什么 故意趁下车就看到这幅画面 直接冲上来给了张志明一拳 张志明被打得有些发猛 嘴里咒骂道 你压的是谁啊 老子在泡妞呢 关你屁事 泡你妹啊 顾以撑上去又是一拳 张志明鼻血直溜 捂着自己的脸颊 在地上翻滚 我健壮急忙拉住了顾以撑 再这么打下去 怕势头都给张志明打飞了 灵灵 你没事吧 顾以撑紧张地围着我转来转去 我摇摇头 我没事 张志明心地上站起来 捂着被打的右脸 恨恨都说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你完了 我要去告你 顾以撑还是第一次被人拿爹威胁 从小到大拼爹 他还真没输过 我爹就是顾氏集团的总经理 怎么样 顾氏集团听说过吧 张志明高高地抬起了下巴 我在旁边听到后都要笑喷了 怎么可能没有听说过 顾氏集团不就是顾以撑家的公司吗 张志明这波属于关公门前耍大刀了 顾以撑听到后也觉得好笑 他做事又要打他 张志明看到后 慌忙地跑开了 还不忘回过头来警告我们 你们完了 酒顾以撑开车带我去吃烧烤的路上 还不忘狠狠地咒骂张志明 我听得有些无奈 没有出声 不说那小子了 灵灵 我把大家都叫上了 一会好好地聚聚 我点点头 其实我是不喜欢这种交际的 除了顾以撑外 跟其他人玩在一起 无非就是因为自己家的老爹公司之间有合作 算不上真心朋友 顶多算逢场作戏 顾以撑选的烧烤店 是我很喜欢的那家 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味道很是不错 到场后 跟大家打完招呼 我就一直埋头撸船 这种场合我 一般话都很少 每次都是可敬的吃吃喝喝 导致大家对我的印象都是 人美化少很爱吃 我还叫了个妞呢 张亮拿出手机 给大家看聊天记录 众人也纷纷起哄着 亮总又泡一妞啊 故意称微微皱眉 今天就是简单地句一句 你要叫妞 别在这个场子 张亮黑黑一笑 人都到了 我也不好赶美女回去啊 顾以撑没再说话 他当然知道 这些人玩得有多脏 今日我在场 他不想让我看到那些画面 而我 一个资深的干犯人 毫无兴致理会他们的事情 张哥哥我一愣 抬头就看到了一张熟悉到 不能再熟悉的脸 那人也愣了 此时我撸串撸的满脸油子 显得有些滑稽 孙慈快速地反应过来 夏琳 你也在啊 张亮问 你们认识 孙慈坐到张亮旁边笑笑说 我跟夏琳呀 是室友吗 他看了看 坐在我旁边的故意称 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 夏琳 你跟那个老男人分手了 一旁同样不说话的吴子柔 好奇地开口 什么老男人 使我心中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孙慈这丝 狗嘴里吐不出什么象牙 他先是装作很为难的样子 说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还是不要拿出来说比较好 张亮听他这么说 更加地好奇起来 其他人也都催促让孙慈快点说 谁也没有注意到 故意撑黑着的一张脸 哎呀就是 前些日子夏琳被一个有钱老男人包养了 我们都亲眼看到 他上了那个老男人的麦巴赫呢 孙慈看了看我 故作小心地说 夏琳很缺钱了 我们都劝他 再缺钱 也不要做出这种没节操的事情啊 你们说是不是 吴子柔笑出声来 天哪 夏琳缺钱 顾以撑听到麦巴赫三个字 顿时脸更黑了 他大概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了 怪不得觉得这么眼熟 你说的麦巴赫 是停在烧烤店门口的那辆吗 顾以撑问 啊 张亮也大声地笑了起来 指着顾以撑说 顾以撑 你什么时候变成老男人了 还包养了夏琳 我把竹签扔在旁边的垃圾桶里 拿起纸巾擦了擦嘴 看着孙慈说 这位就是你爹 我指了指顾以撑 顾以撑被我的话 说得摸不着头脑 孙慈却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面上并没有露出什么生气的表情 哎呀 原来是我误会了 夏琳不是被包养了 是绑上富二代了 我正喝着果汁 他的话一出 我差点被呛到 大姐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 难道不是吗 夏琳 你平时也不像很有钱的样子呀 那个爱马仕的包那么贵 肯定是你的富二代男朋友 给你买的呀 我就不像你这么好命了 孙慈叹了口气 从小我家里就穷 每个月我的生活费 都是自己打工赚的 夏琳 你的包本来就是坏的 却非要说是我给你弄坏的 你能不能放过 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呀 我无语 你不是一直给自己立的人 设施家里很有钱吗 你的爸爸 不是经常坐着飞机 穿梭于各国之中 忙得不可开交吗 还有 怎么我的包又变成原本就是坏的了 还成了我冤枉你了 我见过不要脸的 真没见过孙慈 这么不要脸的 什么包啊 又是吴子柔先问 夏琳有一个爱马仕包包 原本就坏掉了 我只是拿起来看了看 他就非要让我赔他四十五万 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孩子 哪里有四十五啊 说完 孙慈哭了起来 张亮替他打抱不平道 夏琳 你又不缺那四十五万 干嘛为难人家小姑娘 就是就是 夏琳你这么有钱 四十多万对你来说 怕是一个月的零花钱都不够吧 孙慈听到这里 有些疑惑 在心里想 什么叫夏琳这么有钱 难道不是夏琳的男朋友 有钱吗 没等我说话 顾以琛就一拍桌子 够了 你到底要不要脸 孙慈被吓了一跳 连忙往张亮身后躲了躲 张亮 你什么时候这么计不择时了 就这么个祸你也泡 张亮尴尬地摸摸头 我拉着顾以撑坐下 转头端起桌子上的果汁 拖到了孙慈脸上 十一孙慈惊呼一声 我站起身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野鸡一只也配包扁我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的是什么东西 孙慈也站起来 他抬手就要打我 被我一把抓住了手腕 我反手就是一巴掌 不好意思 手滑 我拿起纸巾擦了擦手 然后丢进了垃圾桶里 孙慈满眼泪水地看着张亮 张亮装作没看懂 在场的各位 也都低着头颅串 谁敢管 谁也不敢管 我扭头走了出去 看来对付孙慈这种人 真的不能太心软了 顾以撑急忙跟着我走了出来 灵灵 你刚刚真是太酷了 要不是他是个女的 我都想打他几拳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 孙慈被顾以撑打得 鼻青脸肿的样子 觉得有些好笑 顾以撑将我送了回去 孙慈此时也早已到了宿舍 我刚进门 王然就给我破口大骂 夏琳 你自己去陪酒 此此好心劝你 你还泼此此果汁 真是不知好歹 我服额 这个孙慈 真是不去当作家可惜了 这么能变 孙慈坐在那里红着眼眶 夏琳 以后你的事情 我都不会再管了 张欣欣也愤愤不平地说 你就算再缺钱 也不应该出去卖啊 你们两个人 是孙慈养的狗吗 孙慈 麻烦 你把你的狗关好 不要总是放出来乱咬人 我根本无心 跟这种弱智吵架 孙慈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们两个 难道没有一丁点自己的思想吗 这时顾以撑 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我们走后 孙慈并没有急着走 照片的内容是张亮将他抱在腿上 轻浮地对他上下起手 而孙慈笑得十分开心 我把照片放大 屏幕亮度调节到 最亮举起来给他们看 到底是谁出去卖 不用我多说了吧 王然和张欣欣看后 也大跌眼镜 孙慈慌张地想要抢我的手机 我把手机收了回来 这就急了 你快把照片删掉 一个月后 如果我还没有收到 你45万的配款 我会把照片贴在校园网 十二学校催促着大肆的学生 赶快出去实习 顾以撑说 他爹的公司 今年会来A大招工 让我去故事集团实习 保准皇太后级别的待遇 我爹也让我到自家公司去实习 无论是哪边 我都不太想去 我还是比较想要凭借自己的实力 挑选一家公司的 这种走后门的事情 我不太想干 故事集团来招工的那天 所有人都挤破了头想要进去 王然和张欣欣也早早地起床收拾 孙慈却不以为然 张欣欣好奇地问 慈慈 你不去应聘吗 多好的机会啊 孙慈笑笑说 知名的爸爸在故事集团工作 知名跟他爸爸打过招呼了 我和知名会一起去去故事集团实习 天呐 慈慈 你跟张知名和好了 孙慈露出一副害羞的神情 是他主动找的我了 他说上次的事情是他不对 分开后 觉得还是忘不掉我 我突然想起 前不久张知名在校门口对我说的话 夏琳 过几天我就把钱还给你 到时候照片就能删掉了吧 孙慈问 我点点头 钱到旧山 夏琳 你打算去哪里实习 要不我跟知名说说 让你也去故事集团 面对孙慈突如其来的友好 我有些不是 谁知他话锋一转接着说 还有几个清洁工的位置空着 毕竟故事集团是大公司 能进去就很不错了 如果你想去的话 随时跟我说 我到底是为什么会觉得 孙慈刚刚很友好 王然和张欣欣听完 都笑声地笑了起来 我也不闹 与其相当平和地说 清洁工靠自己的双手 劳动赚钱 也比出去卖得好 你说是不是 孙慈黑了脸 不再说话 十三王然和张欣欣 都没有进入故事集团 孙慈凭借张志明的关系 顺入进入了故事集团实习 而我选了一家 不是很起眼的小公司实习 工资很少 可能这种累死累活 又赚不到钱的感觉 很吸引我吧 顾以称对我的决定 非常不满意 她觉得 我一定是对她和顾氏 有意见 才不去他们公司实习的 在她的软磨硬泡下 我答应她 这个周末 去他们公司 欣赏一下他们公司的工作氛围 顾以称一大早就开车来接我 我加班了一个晚上 她见到我的时候 我顶着一双熊猫眼 幽怨地看着她 就说了 不要让你去那个什么小破公司吧 你来我这里 保证让你实习的日子过得 万分书信 我靠在一背上 闭目养神 两个公司之间离得不远 没一会就到了 不得不说 跟我实习的那家公司比起来 顾氏集团 简直就是皇宫级别 顾以称正滋滋不倦地 给我介绍着公司环境 迎面就走了俩张熟悉的面孔 夏琳 你怎么在这 孙慈穿着白色衬衫和包囤裙 脸上画着妖艳的妆 猛的一看 我还没有认出来是她 是你 张知名看着顾以称 眼里快要喷出火来 顾以称瞪大了眼睛 这俩奇葩 怎么来自家公司了 难道公司要破产了 找不到好员工了 知名 你认识她吗 张知名冷哼一声 那天夏琳勾引我不成 他就是让这个野男人 把我打了一顿 你俩真不愧是一对啊 顾以称气的都要喷血了 什么叫玲玲勾引你 明明是你单方面骚扰她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你自己长什么样 那天我真盖一拳 把你打成脑袋 张知名双手还胸 有种 你现在就把我打成脑袋啊 这里是我爹的地盘 保准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回想起来 张知名说过 他爹是故事集团的总经理 孙慈之所以能进故事 也多亏了张知名 顾以称掏出手机 对着电话那边说道 让那个什么张经理过来打听 十四前台的小姐见状 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我对着他们摆摆手 事已没事 张知名露出嘲笑的目光 你当故事集团 是你家开的呀 真是笑死了 孙慈也捂着嘴笑 我也笑了 故事集团 还真是他家开的 夏琳 你不是说不来故事实习吗 孙慈问 我真诚地点点头 我的确不是来实习的 我是来参观 孙慈大笑起来 参观 哈哈哈哈 你怕不是脑子坏掉了吧 这时 一个中年男人 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看到自己的儿子 也在场有些梦 顾总 您找我啥事 张知名愣了 孙慈也愣了 他们大概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的这个男人 就是故事集团的董事长 虽然顾以称不怎么来公司 可名义上 故事集团的确是继承给他了 你就是这么招人的 我们故事集团 是要破产了吗 顾以称指着俩人说道 啊 顾总 这位是我儿子 是有什么做的 让您不满意的地方吗 儿子 你这个总经理 就是这么给你儿子开后门的 张哲吞了吞口水 我们故事集团 不需要这种 品德败坏 道德沦丧的人认知 你把这俩人给我开了 啊不 把你儿子给我开了 至于你 再去基层干些日子吧 张知名和张哲听到这话 已经实话了 张哲恐怕这辈子 都没有这么后悔过 孙慈听到顾以称没有开除他 抬眼看了看他 他笑眯眯地走向前去 还不忘把自己的衣领敞开了点 顾总 日后我在公司 肯定会笑全马之劳的 顾以称慌忙地后退几步 这里是公司 不是夜店 他被说得有些窘迫的记号 衬衫扣子 我装作思考良久的样子说 孙慈是我的室友 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就把他留下吧 孙慈感激地看着我 我笑着看着他 你就留在顾氏 负责打扫卫生吧 我笑得十分人畜无害 孙慈正了正 愤恨地瞪着我 夏琳 你说的不算 算 谁说他说的不算 顾以称说道 要么你选择辞职 付给公司十倍的违约金 要么留在这里 当你的清洁工 你说呢 孙慈咬咬牙 却还是好生好气地对顾以称说 顾总 只要能留在顾氏 让我干什么 我都毫无怨言 那好 那你以后就专门负责打扫厕所吧 我轻笑了一声 这个顾以称 可真够黑的 孙慈想死的心都有了 我突然想起 还剩一天就到一个月了 好心地提醒道 明天就到日子了 记得还钱哦 45万 十五下零 你不就仗着绑上了个富二代男朋友吗 你有什么可神气的 绑上了董事长又怎么样 还不是自己 在一家小货公司实习 我叹了口气 孙慈简直无可救药 第一 顾以称不是我的男朋友 第二 我之所以选择在一家小公司实习 不是因为我没地区 而是因为 我想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 孙慈 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样 只会靠攀附他人 获得好处的 不是你男朋友 怎么可能 那天在烧烤店 明明你也在场 笑死了 那天在烧烤店 只有你一个人 是张亮叫的妞 玲玲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 跟你能比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顾以称的话 让孙慈有些发猛 他在快速地消化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房地产大亨夏 威望知道吧 夏琳他爹 孙慈彻底呆住了 张志明听到后 也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可是明明 你穿的衣服 没有一件是大牌 怎么可能 孙慈 不是我不穿大牌 我的衣服都是私人定制 是这些牌子 大到你根本不认识 在你眼里 印着浮夸logo的衣服 才算是大牌 在我眼里 不过地摊货那一行当 我顿了顿接着说 明天如果我还没有收到45万的大款 我会起诉你 孙慈崩溃的摊坐在地上 他无助地看向张志明 张志明把怒火都发泄在了孙慈身上 你这个贱女人 要不是你 我跟我爹 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钱台小姐此时给孙慈 送来了工作服 以及水桶抹布 让一个高材生 去打扫厕所 无非是对他莫大的侮辱 我跟顾以琛 没有再理会他们 静止出了公司大门 玲玲 你真的要起诉她 不然呢 虽然我不缺钱 可姐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那她肯定还不上了 四十万盼几年 我望着刺眼的阳光 孙慈之所以会落得这般田地 不过是因为一时的虚荣心作怪 人的虚荣心 是很可怕的东西 多少人因为面子家破人亡 又有多少人像孙慈一样 被毁前途呢 虚荣心使她看不清自己 最后走上了绝路 怪也只能怪她 就游自取吧 全文完 对吧 你快点 咱俩 我看不清 这么快 你还不清 我看不清